只是常常要忍耐 不能笑出來 我覺得是自己做不到 不管是導演的指令 或者是自己想要表達的一些情緒的呈現 就會瞬間崩潰 很想用那種 殺人不用招 算是一個心情嗎 啊我Key身高一點 哇! 這樣 好像比較好 就是這樣 我真的愣了很久很久 不敢相信 第一次回歸大螢幕 就能夠被台北電影節 這樣入圍肯定 真的感到非常非常的激動跟興奮 太爽了 第一個當然是非常開心 然後還有一個就是很開心 就是王伯傑入圍 OS求救啊 那當然遇到四位大帥哥 我想跟你們說的話就是 其實你們長那麼帥了 不要再入圍了 也不用折獎了 希望你們把這個機會讓我帥一晚 沒有要開玩笑的 其實就是很開心 就是大吃大喝 讓自己飽足一頓 然後有很好的精神 可以面對 明天重要的場合 那當然 敷一片面膜 讓自己的 就是皮膚狀況很好 也是很重要的 前一晚 前一天 我一定會很盡心 因為讓自己整個的能量 做一種 整理 因為第二天出席 必須要慎妝 我沒有特別 因為我第一次入圍為男主角 所以 我也不知道 對 首次 對 所以到時候 下次跟妳講 崩潰 崩潰 好像很難讓我崩潰的時候 沒有時間 為自己的表演再堅持一刻 或者是沒有時間 把表演達到導演的需求 我覺得這種就是 心理上蠻痛苦 但是 沒有吃飯 我覺得也蠻痛苦 笑到崩潰吧 就其實沒有絕對很痛苦的部分 只是 常常要忍耐 不能 笑出來 反而是最困難的 我覺得是自己做不到 不管是導演的指令 或者是自己 想要表達的 一些情緒的呈現 就會瞬間崩潰 這樣 我覺得大部分崩潰的都是 芽芽崩潰吧 就是那個角色崩潰的瞬間 就是男主角的時候 真的太蠢了 就會很崩潰 想要挑戰什麼樣的戲 其實很多的戲 都沒有 嘗試過 我覺得 像這一次 關於我和鬼 這個電影裡面 光漢角色是警察 然後我也沒有演過警察 所以試試 試試演警察也不錯 我很想要那種 殺人不用找 就是 完全讓人家猜不透 你下一步要做什麼 這樣子的角色 其實我都想 就是我覺得 隨著年紀 然後可能有一些角色 或是故事類型 可能 在比較久以前 可能10年前 20年前 嘗試過 那現在當然也希望 或許能夠再一次 類似的角色 或許會 能夠有一些不同 啊 希望有很多影片 可以來找我 我就可以挑戰很多的影片 如果沒有來找我 我怎麼去挑戰呢 這一次入圍女主角裡面 莉莉姐有合作過 然後 君寧吧 還有 王于軒 我覺得她 很厲害 然後 我想要跟誰合作 尖田將會 尖田將會 因為她很帥 我從國中就喜歡她 但是如果是 如果是 演員的話 Juliet Binoche 她還是尖田將會型 哈哈 演員很多欸 就是我覺得 應該是說 我覺得演員在對戲的時候很有趣 她如果是一個很心靈的演員 她相對的也會把你一些 很細的情緒勾出來 所以 如果是的話 我可能會想要 跟 像這樣子的演員 但我覺得 沒有特定的誰 我很想要跟 林軒姐合作 對 就是 很想要跟她演戲看看 感覺會很爽 我覺得應該是孝全吧 因為我們在追夢者 雖然有對老戲 但沒有很多 然後我們兩個彼此 都蠻想 跟對方 多一點合作 這樣 我覺得 只要 你很有心 想要往 演員 藝人 這條路發展 想要好好的 把戲拍好的 任何一個人 我都想要合作 兩位 一位 最愛的